我曾遇到一隻狼 我撐著風那群伴去飛翔 是你要 穿過多少層次 遺忘 才能抓住幸福的方向 我們逃靠 過多少孤單晚上 才能將懶山也燈亮 萬物在 嘲笑之間瘋狂 生長 我溫暖 離靠近對方 心跳在感應著 同樣頻率的 當樣 期待 在某一秒碰撞 時間的手 一點 一點 推向了心房 我活出 你的模樣 我活的夢 一點 一點 慢慢對你搶 幸福 擁有了形狀 我曾遇到一束光 在前方 我撐著夢的翅膀去飛翔 我曾遇到一束光 我曾遇到一束光 你的光 我撐著手中 心中的信仰 再一次 再一次 因為你無邪的笑而針放 謝謝 有你在身旁 我曾遇到一束光 萬物在 潮汐之中 瘋狂 生長 我溫暖 離靠近對方 心跳在感應著 同樣頻率的蕩 期待 在某一秒碰撞 時間的手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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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向了心房 我活出 你的模樣 我轉開夢 一點 一點 慢慢對你搶 幸福 擁有了形狀 幸福 擁有了形狀 我曾遇到一束光 你的光 我跟著風的翅膀去飛翔 走到你無謂經歷 那些受過的傷 手心畫著 雲朵 原諒 我曾遇到一束光 你的光 我看到 我手掌心的信仰 再一次 因為你無邪的笑而針放 謝謝 有你在身旁 你無邪的笑而針放 謝謝 有這張作 我曾遇到一束光 送給大家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非常開心 今天可以來到高雄 這是我 算是第二次在高雄街頭演出 第一次是昨天晚上 就在隔壁 昨天有來的朋友耶 這是從基隆 台灣最北部專程下來的嗎 謝謝 太感動了 有沒有今天一樣是專程來聽我唱歌的朋友舉手 專程來的 有嗎 哇 謝謝你們 專程從高雄人嗎 高雄人 從哪裡來 嘉義 嘉義 自己開車 有塞車 高鐵嗎 坐高鐵 坐高鐵 因為我們昨天從那個北部下來 就塞了六個 大概 中間有下車就是吃飯休息一下 但是大概就是中午上車 然後六點才到高雄 就大概開了 嗯 五 差不多五 塞了一段 五六個小時有 然後非常的非常的開心可以來到高雄 這麼熱情的地方 然後天氣這麼好 今天 喔 昨天晚上 其實這邊晚上還蠻冷的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下午在這邊演出 因為可以曬曬太陽 然後看看這裡白天的風景 這裡真的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大崗艙這邊 然後我發現這裡真的很漂亮 規劃很好 然後就是完全超級文青的人潮也很多 但是也很開心可以來到這裡 然後跟大家相遇 如果今天大家是路過 無意間聽到我唱歌的朋友 喜歡我的歌聲的話不要忘記 可以拿起手機 這邊左右兩邊都有我的海報 然後上面有QR嘛 這個右邊這個是我的新歌 在2月初2月11號最新發行的台語單曲叫做金魚 然後上面有兩個大大的QR嘛 大家可以掃描一下 一個QR嘛是這首歌的所有數位連結平台都在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QR嘛是我的IG臉書啊 各大平台社群平台都在上面 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 然後我先來唱一下我的新歌好嗎 想聽嗎 有沒有人比較喜歡聽台語歌的 高手有沒有 國語跟台語二學一 比較喜歡台語的舉手 比較喜歡台語 啊後面有人舉手 這邊也是 這邊有嗎 啊這邊有 好好好太好了 我這首是一首新式的